歡迎收看臺時新聞全球現場 我是張寧 喜歡想要帶您關心到的是酒駕危險上路 新北時代水有男子酒後開車 不生酒力 在半路上睡著 警方或不趕到現場 駕駛雖然坦誠說剛剛有喝 但是卻是拒絕接受酒冊 不但被開出了十八萬元的罰單 還意外查出他持有海洛因毒品 而另外在汐止 同樣是有駕駛酒後開車遭到警方攔下 證明駕駛他堅稱自己沒有喝酒 結果警方一測 酒冊值高達了零點七 立刻被警方罰辦 停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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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旁邊 往旁邊 收旅車駕駛上一秒在車上呼呼大睡 嚴重阻礙交通 警方獲報上前關切 他卻腳踩油門響溜 立刻被攔了下來 你有什麼狀況嗎 沒有 我剛剛有喝酒 先熄火 先熄火 不知道是不是還在白日夢 駕駛竟然自爆他有喝酒 被請下車後又有新發現 拿來 拿來 拿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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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自己拿出來 你自己拿 做什麼 海洛鷹吧 好 再確認一次 你沒有喝酒來 好 汐止這名流行駕駛同樣酒駕遭攔茶 第一時間他很有自信 說自己沒喝酒 結果酒冊值一出來 立刻打臉他 酒駕上路層出不窮 好在這兩名駕駛還沒有肇事 就被警方查獲 但一個埃乏缺上了毒品告訴 另一個也被依公共危險罪移送 只能說酒駕真沒好下場 記者陳紫陽 胡偉倫 新北市報導 好 好